歡迎 她已經好多了 還好吧 好 手疼不疼 手都冰掉了 冰掉还给他吹一下 来来 到中间来 有点痛啊 还好 没关系 这个表现出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期待 对嘛 而且热情啊 对啊 通常这样子 也好 让你稍微冷却一下 好 电信工程师 做些什么事 就是开发客户的价值服务啊 像来电打领啊之类的 你这样听得懂吗 来电打领啊 您的电话是空号 什么什么 你们要跟客户做接触吗 要有一些业务上的工程 最主要是做一些价值服务 比如说像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你听到音乐的铃声就是我们做的 就是来电打领 就是你设定什么打领 OK OK 了解 就是我们在手机里面 所用到的一些功能 有一些是你们设计的 对对对 没错 好 所以你是所学跟这个相关吗 在学校的时候 不是就资工系大学程师 资讯工程 对对对 所以现在这个资讯工程系的 非常活跃在我们的产业里面 不管是电脑 可是很多人有误解 玩电脑的 刚刚就有人会误会 会觉得你宅宅的 宅不宅 我应该还是蛮有活力的人嘛 对啊 难怪他一出场会打 对 好 来我们请公子自我介绍 请 好 大家好 然后我是彭佳阳 然后身高167公分 63公斤 然后是摩羯座B型 然后我是电信工程师 平常最主要是设计来电打领 然后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 设计我们 属于我们的专属来电打领 爱你哦 爱你哦 爱的连线啊 爱的连线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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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唱不要唱不要勉强啦 来 齐全的话最重要的就是 小卡片 好惨媚哦 小卡片 你好像钟楼怪人了 小卡片 让我看看是谁 是谁 为什么是他 就是 我觉得他看起来还蛮有气质 然后笑起来还蛮活泼甜美的这样子 对对对 好啦 了解了之后 就要问一问现场的女生了 各位对于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请选择 好 OK OK好 来 了解一下 来 谁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没有当 谁谁谁 小意 你好 我觉得可能是身高问题 OK 对 小意很高哦 就还OK 还有来 小山 因为他看起来有点腼腆的感觉 拿东西就会露出这样子 腼腆 他垂我们的门耶 他腼腆 就是让我回答一下就是 来 请说 就是身高的部分就是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蛮热情 然后也很会去就是帮大家主持活动的人 所以说我其实蛮有自信 可以给女生有安全感的 所以身高这部分应该是 身高没问题 因为你内心的高度超越你的身高 希望是这样的没错 内心是个大个子 YES 好 所以呢 还有呢 没有就是可能因为上 就是有时候比较紧张 不过我在外面其实是 应该还蛮会去规划活动的 然后我大学的时候 也有当过系学会会长 所以那样很热心 这个学校的这些事件 对 对 你刚刚说他一出 看起来腼腆啊 对 我觉得他会看起来腼腆吗 还不会 他出场打门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有点暴力 对啊 没有 不是暴力啊 他是打完门以后有一点痛啊 不是腼腆啊 他那时候还是平复心形 好 还有呢 还有呢 来 亮灯的朋友 有没有要告诉我们 有 有 韦琪 就王子你好 我是韦琪 那听说摩羯座的人 很会规划未来 而且越 年纪越长越值钱 所以很想 就是认识王子 谢谢 年纪越长越值钱 韦琪她是一个很实际的女生 你怎么觉得她是古董 年纪越长越值钱 那你现在应该 我超值钱的 我告诉你 不要包 古董的 真假 还有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 王子的生活 我除了是一个阳光的运动男孩之外 因为姑姑是市长协会理事长的关系 有时候有空我就会去帮忙活动的进行 像是路跑 音乐会等 另外我也是一个喜欢带给别人欢乐的男生 在朋友之中总是扮演开心果的角色 假如看到别人的笑容 总是会让自己有满满的成就感 希望今天也可以把欢笑传递给你 如果你是一个爱笑女生 就给我一个机会吧 好 很好 很好 你面前真的看得出来她是个非常活跃的人 对啊 充满了这个热忱 对 有没有看到谁灭灯 想要问 小C 因为我觉得很活泼很好 可是我很怕那种太活泼的人 我会觉得不太好意思 可是如果是我另一半的话 你有从她身上 除了她被打到手之外 像刚刚那个鸡鸭熊在动的那个 鸡鸭 对对对 鸡因为她有扮鸡 然后她有扮蠻皮熊 就是 你是怕她平常跟你出去 她扮成鸡或者鸭 这一定是有特殊场合嘛 好 来解释一下 这个活动其实算是一个突发奇想 可能是因为 就是要三十岁嘛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为我自己然后做一个活动这样 然后其实我们平常 就是因为工程师都不会做什么 所以我决定自己做一个 就是有点像派对这样 然后邀请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来 那当然就是有个主题这样 那因为就是 你都知道说 大家一定不会有什么活动嘛 所以我就决定自己去办 自己下海 对 自己下海办一个马鸡熊 然后就跳舞给大家看这样子 然后娱乐一下大家这样 然后就是为大家留下一个回忆 她的精神跟我很类似 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状况 对啊 可是你不是啊 你常常会干这些怪事 不是 像比如说你看我结婚的时候 我就跟我老公跳舞 对啊 我们在下面吃饭 我说哇 这个新娘真累 还要表演 你看我们就是有诚意 因为我们希望大家 可是我们看得好累啊 我把你精彩给你 你刚刚有讲这张话对不对 没有 你刚刚说 我们有给你鼓鼓掌说 真有敬业精神 没有 因为他这种精神就是想说 因为对他而言 那是他很特别的日子 他想要给大家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而且重点是 只有那个因为三十岁嘛 对啊 所以你不是每年 或者每个月 没有不是 我觉得王子口条蛮好的 而且还蛮有喜感的 而且刚刚他的生活有提到说 会去帮忙音乐会 对 那我本身是学音乐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跟王子 会有很多共通话题 还有没有 有想要问 我想问小曼 小曼 对 就是 小曼 他以为没事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没有 因为刚刚看他那个 看影片笑得还蛮开心的 是哦 真的他笑蛮开心 你是看到鸡啊 熊啊那些 对 我看到熊那一段 我觉得就是最后的就是 跳舞那一段好好笑哦 好好笑哦 没有办法灭灯对不对 就是会看到目不转睛 对 就会觉得很欢乐 那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 最后一个阶段了 谁 推荐你 是我的表姐 还有一个表妹这样子 哦 姐妹花 双珠出马 姐妹 对 来 请看 大家好 我们是嘉阳的表姐妹 嘉阳呢 是一个工作认真 热爱生活 还有永远尝试的人 然后她虽然呢 外表看起来中规中矩的 但是她偶尔也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哦 例如像去高空弹跳之类的 所以其余的就等各位公主们 来认识她了哦 请你们留灯给她 谢谢 谢谢 太好了 这我又好奇了 刚刚因为高空弹跳灭灯的 请举手 小麦不爱 花花也不爱 好像就这几个嘛 对啊 我是觉得她 做这个事情太危险 还是你怕她拉你去 就是我觉得那个事情 其实有一定的危险性 对 可是她平安回来啦 不要再做就好了 除非她还会再去 会吗 他们讲说她还兴趣 有高空弹跳这一项 我就觉得好像 没有 有点危险 我们再来问一下王朝 你会再做一次吗 不会 不会哦 那次做完是觉得很爽很值得 还是说一次就够了 一次就够了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去澳门嘛 对啊 那是最高的耶 对啊 然后刚好有一个朋友 他想说有一个不同的体验 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了蛮久 真的想了两个小时 然后才跳下去 那你跳的那一刻 你在想什么 就是前五秒就想要一直尖叫 然后后大概三四秒就觉得 这还好 然后到下面就很开心这样 终于到了 所以啊 这个你看 表姐一个人讲就够 三个人很容易泄露出一些 这个状态来 不过 现场还有亮灯的四位 阿王呢 嬌小的大琪 惠恩 韦琪 高挑的蜜拉 人小最高的王子 会喜欢哪一型的女孩呢 王子的选择 好 王子 我先跟你解说一下 哎呀 你冲锋 你不要冲锋 四盏灯里面 所以你要灭掉两盏灯 留下两个女生 再提出你的终极问题 好 好吗 请开始 可以走了 有的人是楼上楼下 有的人是最左右 最左右 好 右边的两位是大琪跟韦琪 你要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是 就是 假如我们 就是一起去跳高空弹跳的话 你不是不去了吗 是不是也不去了吗 假如吗 假如表示你还想去吗 应该不会第二次了 好 假如 如果一起跳下去的时候 那一刹那 然后你想要 当然讲脏话来讲什么 一连串的 你很弱耶 你那时候哪有时间想这些脏话 拜托 那都是潜意识 我生活的一部分啊 你不要讲出来啦你 大琪想要讲对不对 大琪来 请说 我会陪你跳高空弹跳 可是我会在上面待很久 但你推我下去 然后会大骂你很过分 大骂你很过分 就是要 就是死都不跳对不对 你推我我就骂你 对不对 好 OK 这也是一种泄恨 也是一种发泄啦 好 来 韦琪 我 王子你好 我会 我会 为了你跳一次 漂亮 不然基本上 我是不敢跳这种东西 可是 如果你真的要跳 我会陪你一起跳 下去 我应该会 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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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啊哈 还是啊哈 啊哈 已经失心了 啊哈 啊哈 叫给大家听 啊哈 对 叫才对 好 大琪跟韦琪 两个人 灭掉一盏 你要灭掉一盏灯 牵着另外一个人的手 好 准备 王子的决定 好 请开始 直话直说的大琪 温柔体贴的韦琪 哪一种典型的女孩 会赢得工程师王子的心呢 好 好